听说娘娘顺利做了一个照烧胡萝卜 减肥餐 减肥就算赞赞了 我给你做一个照烧鸡腿 学会之后可以照烧一切 千千做不到 首先你看看我选了一个整个的大鸡腿 给它剃骨 对着骨头给它拉开 剃完骨之后去掉鸡膜 轻轻地给它按摩一下 这样更容易入味更容易成熟 鸡腿处理好之后腌一下 姜拍碎 冲拍一下 加入照烧酱 加入黑椒汁 当然了也可以加入黑胡椒粒 加入蚝油 加入少许盐 糖 适当的多来一点 腌制20分钟 您家里有条件可以拿烤箱 底火150 上面180 烤15分钟 咱今天是选择的煎 加底油 加入煎好的鸡腿 好 两面煎 给它翻下个 最后边煎的咱们调个照烧汁 放入黑椒酱 照烧酱 香油 来点糖 搅拌均匀 不要用 这样糊了 这咕噜不要了 没关系 重新煎一个 煎熟了 改刀 配点热米饭 咱把鸡腿盖在米饭上 锅里放油 来点葱椒蒜 煸香 调好的照烧汁 倒锅里 少了一点水 给它涮一涮 配点小西芋士 丁 斜莲花 切成小块 少许的老臭 太颜色 汁熬好了 放上这么一浇 照烧鸡腿完成了 娘娘你瞧瞧 有照烧鸡腿 何必是照烧胡萝卜 尝尝吧 哎呀 入口味甜 鸡肉特别嫩 太像米饭 太好吃了